锦心四月饭外偏舞,不好了,侯爷,夫人难产,宝大宝小,吃过晚饭后,徐丽姨扶着十一娘在院子里散步,已经到了怀孕的最后阶段,十一娘的双脚已经肿了起来,走几步她就要穿着粗气了,但是她仍坚持每天运动,徐丽姨也陪着她,侯爷,我觉得有点不太对,我好像要生了,十一娘突然扶着自己的肚子, 徐丽姨听了之后,立刻脸色就变了,她站在原地,好像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了,嘴里一直念叨着生了,生了,我该做什么呢,我怎么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呢,十一娘肚子有些抽痛,她摸了摸自己裤子,已经湿了,看来自己确实是要生了,她拍了拍徐丽姨,侯爷,你别慌,快让人去找吻婆, 把我扶着回房间,对对对,找吻婆,徐丽姨连忙高呼,让人去找吻婆,自己则是扶着十一娘回到房间,还好两人每天散步的地方就是院子里,不然,自己更不知道怎么办了,徐丽姨刚把十一娘放到了床上,吻婆就到了,徐丽姨被赶出了房间, 她在房间外面听着十一娘的声音,这是徐丽姨和家里人都赶过来了,看到了徐丽姨父六神无主的样子,侯爷,十一娘这边怎么样了,徐丽姨问徐丽姨,母亲,吻婆刚进去没多久,我们散着步,她就突然要生了,徐丽姨已经恢复了自己的冷静,她也不想跟母亲说太多, 她的心早就进了房间,徐太夫人本来想要再问些什么了,被一旁的二郎媳妇给拦住了,试一看看徐丽姨的脸色,徐丽姨的脸色并不好看,她担心里面的十一娘,大夫说过十一娘的声音很容易难产的,她陪着十一娘天天锻炼,就是为了减少难产的风险,现在是检验成果的时候了,里面传来了一声又一声痛苦的叫声,听得徐丽姨心惊怠, 之前她也经历过袁娘和文姨娘生孩子,都没有十一娘的叫声,那么让她担心,床上的十一娘已经大汗淋漓了,徐丽姨把她扶着进来的时候,还没有那么痛,可是时间不长,那种疼痛就已经让她难以忍受了,她忍不住发出来疼痛的呻吟,一旁的吻婆一直告诉她,尽量不要叫,省些力气,把力气留给最后那一下, 十一娘听了吻婆的话,可是她忍不住啊,这种感觉实在是太疼了,她还是忍不住发出了声音,一旁的吻婆轻扶着她的双腿,大声说着,夫人,你使劲啊,孩子马上就出来了,十一娘听着铲婆的话,可是五脏六腑这种脚痛感,让她有种有进食不出的感觉,她感觉自己就快要被撕裂了, 徐令仪听着声音已经有些坐不住了,怎么叫声这样凄惨,大夫呢,要不进去看看吧,自古女人生子就是疼痛万千的,侯爷你稍安勿躁,丹阳在里面陪着呢,你耐心等等,十一娘一定会平安的,徐太夫人一边安抚着徐令仪的情绪,一边拿着佛珠念叨着, 不好了,四嫂难产,丹阳从房间里跑了出来,来到了徐令仪的面前,侯爷,吻婆让我问,宝大宝小,什么宝大宝小,我都要他们平安啊,我才不要这种选择,徐令仪一听这样的话,快把大夫请进来,让大夫给看着,说完,自己就要往产房里冲,丹阳他们并没有反应过来,徐令仪就已经冲进了产房, 看着躺在床上脸色苍白的十一娘,她的整个心都揪起来了,怎么会这样,十一娘,你别怕,我来陪着你了,你加油,我就在旁边,徐令仪握着十一娘的手,仿佛通过双手,她就能够把力量传到十一娘的身上,十一娘听到徐令仪的声音,努力说出了一句话,侯爷,我要保她平安,徐令仪摇摇头,不不不, 十一娘,你们都会平安的,她使劲握着十一娘的手,她害怕自己一放手,她就离开了她,旁边的吻婆也在大声喊着,夫人,你努力,孩子的头已经出来一半了,徐令仪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, 这时大夫进来了,徐令仪让开了位子,让大夫看一下,大夫拿出银针,在十一娘的身上扎了几下,又给十一娘灌了几口餐汤,然后转身对徐令仪说,侯爷,老夫已经努力了,剩下的就看夫人努力了,徐令仪趴在十一娘的耳边,十一娘,你听到了吗, 这是考验你的时候了,你在十点进耳,十一娘听着耳旁徐令仪的声音,身体好像又充满了力气,她握着徐令仪的手努力发力,头已经出来了,吻婆和丫头们叫着,夫人,你再努力一下下,之后,就听到了孩子的哭声, 十一娘听着这个声音,整个人一下子就放松了下来,徐令仪一下子坐到了地上,恭喜侯爷,喜得千金,吻婆抱着孩子,对徐令仪说,抱出去给太夫人他们看看吧,我要陪着十一娘,徐令仪并没有看孩子一眼,她现在只想陪着十一娘,十一娘,你辛苦了,累了就好好睡吧,我会陪着你的, 徐令仪在十一娘的耳边轻声说着,